没有现前过 菩提心也没有发起过 自死都不知道生命还可以有那么高贵的品格 还有那么甚深可靠的自信 不生不灭的 生命本有的佛性 不生不灭的佛性 到死也没有看到一眼 这不可惜呢 也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精神再好再聪明 没有干过正事 没有做过正事 这可惜的 所以反过来说 有的那些祖师发愿投胎 投胎穷人家 身体也别太好 身体太好了 虚妄性重 所以投胎要投胎穷人家 就像我那个师兄 这次我师父法会的时候 图笔法会的时候 我在极乐市 我那个师兄妈妈就跟我说了 他说 他说他这个法师投胎到他家里 本来这个家里也很好的 他又投胎到家里 家里也不好 后来他舅舅才跟着他 告诉他说 他这个妈妈有个舅舅 也是出家人 是老法师 以前跟我们师父非常关系 很好的 敬惠法师 还有那位法师 他就跟他说了 他说 这位老法师了 他以前就发的这个愿 投到哪家 他说他就捡穷人家头戴 所以好了 这家不穷 他投到的也穷 他说 他所以他妈妈说 他这个愿头发的不好 他说他这个愿发的不好 但是作为祖师来说 他知道这个事件 富贵修道难 富贵修道是非常难的 不容易的 所以在一个贫穷的人家 过着平凡的生活 在社会的最底层来学佛 比较容易觉悟 比较容易看破放下 这个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 这些祖师来说 祖师这样想 这个人生总能够要得到 能够不要忘记修行 不要退掉这个道行 不要被外援所障碍 所以特意还要发这种愿 反过来看这个世间的人 重视很得意 重视主上有点福报 或自己有点福报 但来到这个世间 如果忘记修行的话 最可悲的事情 所以这个前面 你看 前面这个 俊杰马上郎 挥边指柳阳 最后两句 啼虎与实蜜 自死不能长 你看 再英雄好汉 再怎么潇洒 给社会让人看 再让别人怎么羡慕 最后 自己啊 啼虎与实蜜啊 这一辈子没有尝到 都是人间的遗憾 反过来说 我们也不是别人 也看上去 也不潇洒 也没有人来羡慕我们 甚至不单单 人还看我们 还有再几分看不起 但是我们如果每天 能够享受在佛法当中 我们也是这个世间 无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所以啊 这个清灯黄眷 这种生活 拨中 饭里面 手里面捧的是 清净的滋味 清淡的 这些 虽然不是好像山珍海味 但是啊 这些啊 是生命里面 非常好的 是正确的 所以这几天 你看 我们今天29了 明天30了 我们各个地方的 杭州的 上海的 我们各个地方 赶过来 到庙里来过年 这是大福报 大福报 一 这过年 这两天 世界上的杀神最重 最重最重 这几天 啊 那个肉 肉堆成山 血流成河 好嘞 我们一日吃在天下 杀神无我分 好嘞 远离这些 这些啊 这些啊 这些最不吉祥的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远离 不单单远离那个 而且可以清净三宝 你看 这个一里一万 这个差多少 所以这个 春节期间 到寺院里来 来 虽然寺院里的环境啊 我们居住啊 饮食啊 或许没有你们家里的好 现在每个家里面 装潢的都是 像天堂一样 但是我想 我们过两天 这样子清净 有一点点艰苦的生活 还是不错的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 第二十页的第十八首 韩山大师第十八首 驱马杜荒尘 荒尘动客情 高地旧智蝶 大小古逢营 自识 孤彻 孤彻 孤彭 藏林 拱木 身 朔戒 杰俗谷 现实 更 无名 驱马杜荒尘 这个诗面的语言 好像有一天 一位旅人骑着马 路过一个荒废的城市 荒废的城市 这个荒废的城市的情景 让这个过客内心震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废墟看过去 不再有人言了 过去所留下的这些断岩残壁 这些防射 就像高高低低的鸡窝一样 在当中还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头 看着这个 过去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 车水马龙 人头串动 乃至 黄昏 时分的时候 霓虹散溯 但是 或是战乱 或是天灾 或是人祸 人 死的死 逃的逃 不再会有人住在这里面了 这个 世间的 变换 有着它的原因 但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诗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荒尘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战乱吗 瘟疫吗 大家 不必去想象 但是 作为一个 路过这边的 一个旅客来说的话 为什么动客情 这个客字用得非常好 在这里面 它双关语 不单单是一个 路过策马 这个赶路 赶路的一个客人 同时也是指 我们在这个世上 哪一个不是过客 那个大小谷坟营 都似乎是 这个每一个过客的 最终的句号一样 就像现在 我们虽然住在 惠日寺 放言四周 都是这些 分音 我们前面看了 这个 于静义公 于赵神 这个 片子 这个描写的是 明朝的事 我们现在住的 这个寺院 也始建于明朝 转眼六百多个 春秋过去了 于静义公 就这个义公 于静义公 除了他的真理 还影响了我们 他的身体 不知道都到哪去了 我们周边的 这些坟营 也是这样的 或者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老一点的 再多一点都 都找不到了 所以这个 回过头来 你看 自证 孤盆影 常宁 拱木 深 这就当这个旅客 反省到这一点的时候 反省到这里的时候 在振作 振作自己吧 就像我们很多出家人 有一些出家师傅 跟我想 哎呀 跑来跑去 这个庙 跑到那个庙 那个庙 跑到这个庙 跑到后来都烦了 算了吧 还俗去 算了吧 有的人在火车上坐着 看着倒退的树木 看着车窗外的这些景色 算了吧 还俗吧 没意思 跑来跑去 天下 都是这样 跑到东寺庙 是这样 西寺庙 也是这样 还俗去 算了 但是 这个师傅他跟我讲 他最后怎么自己 自己给打 自己打气 算了吧 人很快就死 再嗷嗷吧 别还俗了 就这样嗷嗷 哎 修行的人是孤独的 因为这世间上 嗯 什么叫修行人啊 就回头是岸 回头的人 回头人是不多的 嗯 这个世间的人呢 都是干嘛 都是往外发展的 往外 哦 你看 搞房地产 啊 开个店 赚钱了吗 啊 自己家里造房子 买车子 娶娘子 生孩子 哎 这个都是人 很正常的 都是往外 这样子 啊 生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生活的必需品之外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 自尊呢 所以这个人 一辈子有时候活着 就是为这个活着的 爸爸妈妈是教授 孩子你说你不 你不是一个学者 哎 真是这样的 如果爸爸妈妈是书香 家里是书香门第 如果你下海做生意去 就是赚了钱 做了生意 最好你还是要到国外去啊 弄个什么博士学位回来 觉得有面子 所以反过来还是什么 还就是穷人的孩子呢 还没有什么压力 哎 就像那个 鱼进一宫 小的时候鱼都 他说我三代都是 变农 哎 不想那些事情 也想不到 让孩子要去读书 但是这个世间的人 都是向外的 都是向外的 有这个身体 我有这个名字 要让所有的人 知道我的名字 不单单要让别人 知道你的名字 还要让我自己 听到别人 对我的赞叹 这叫闻 明是让别人知道 闻 是要我听到别人 都表扬我 哦 传习法师好 修行好 哎 这叫闻 利呢 啊 你看 利就是啊 每个人来啊 还要